有份提报银马公司丑闻的华尔街日报今天又在大爆料了 而这次的大爆料内容可是关乎国与国之间的秘密台底交易相当警报 报道支持中国曾经答应帮助纳吉政府来解决他的银马债务 以换取在大马建造一带一路的中资项目 那大家都知道新盟政府一上台之后呢 就一连砍了好几项的前朝国政政府和中国所签署的大型中资计划 当中包括了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和在东马的天然气管项目 原因是新盟政府认为这些计划的合约不公平 而且跟市价实在相差太远了 大马不想要当冤大头 那如果真如新盟政府所说的话 那么到底这些中资计划是前朝故意要买贵 还是中国故意要卖贵呢 而那些大马多付的钱最后会用什么无诡搬运法流入谁的口袋呢 根据华尔街日报今天引述一系列 他宣称还没有公开的会议记录大提报 中国官员曾经在2016年告诉到访中国的大马官员 中国将可以运用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来试图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不去调查涉及一马丑闻的时政首相纳吉 还有他的同谋 甚至呢中国也主动献议 他们可以帮忙追查那几位一直都在雄追猛打一马丑闻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包括在记者的住家和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来找出泄露情报的那些人 中国这么热情主动要献议这个献议那个帮忙当时候一位一马丑闻 而惹得周山蚂蚁的纳吉政府来脱困 当然是要讨回报的 报道说中国的交换条件就是要换取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 在大马进行利润丰厚的东海岸铁路还有天然气管项目 那后来纳吉政府还在这项台底交易下 向中国提出了额外的附加条件 那就是这些中资计划要抬高它的工程费用 高于市价其实都没有问题了 因为额外的资金大马要拿来作为其他用途 东海岸铁路计划的成本其实大约只要367亿令吉 但是颁发给中国公司的造价则是提高到了810亿令吉 那多出来的资金就被纳吉用作个人政治用途 包括用来填补英马公司的债务 那其实对中国来说他们的主要目的呢 是完成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战略 大马的内政包括那些金钱流向 他们不会太有兴趣去干涉的 所以后来发生的是大家也都知道了 纳吉之后飞到了中国亲自签署了交易 让大马成为了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之下即巴基斯坦之后 获得最多中国资金的国家 包括让中国银行融资 并且由中国工人来建造东铁与东马游戏馆计划 那今天财政部长林冠一被问到有关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大爆料时 他说是不是真的有此事呢 政府还要去查的 但是他可以很肯定的是那些中资计划的价格肯定是有被调高的 当中一定有些东西 那是不是真的有东西呢 我们就交给政府去调查了 不过要是真的有这些不见得光的台底交易 只能够尽兴在509我们用手中的一票来阻止自己被纳吉政府坑大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